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照例还是要感恩我们泰山文财基金会 给我学习的机会 以及我们诸位朋友 在这么应该要休息的时间 还能够给我一点加持的力量 这力量包括的题目是 维某基金的生命意义 如果要介绍维某基金 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首先我们来看看一个公案 在唐朝的时候 有一位在家的居士叫庞韵 庞韵一家人修行都非常有成就 大家所熟知的就是 他的夫人 他的儿子 他的女儿 一家四口 都自由自在 都往生 缩酒就走 所谓缩酒就走 就是要死的时候 说我要走了 我就走了 这很不容易 我们现在人说要死都死不了 因为医师不让我们死 因为我们的执着不让我们死 我们都知道庞韵居士的修行 这里有一个公案 是庞韵居士 他是学产的 到处去学产 到处去问人家 问人家 那产是什么 也就是 如何是 祖师希莱裔 如何祖师希莱裔 祖师 指的就是 菩提达摩 这个菩提达摩祖师 由印度来中国 他的意思 到底是什么 他到处问人家 他是学产的 我们一般都知道 产是菩提达摩带来中国的 可是实际上 在达摩来到中国以前 有一部 真正在讲产的 影响了中国文化 影响了中国文学 影响了中国 禅宗 中国的修行方法的 就是这一本 维摩接经 这是这本 维摩接经 维摩接经是 吉姆罗斯大师 他所翻译 比达摩祖师 来到中国还要早 是这一部 维摩接经 影响到了 一千多年来 中国人的思维 方式 中国的佛教 跟南传的佛教 跟西藏的佛教 是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很大的不同 其中 不同的原因 是有中国的 儒家文化 老中的文化 跟佛教的文化 融合在一起 才会有佛教的 开花结果 话说 旁明居士 他一直想要知道 祖师西来意 是什么 他到这参访 就参访到了 马祖道义 就问这个 马祖道义 如何是 祖师西来意 马祖道义 禅师 他只要回答一句话 带如一口西进 西江水 我们看禅宗的公案 看禅宗的语录 往往都看不懂 为什么看不懂 非常看不懂 因为禅宗 他是指指人心的 他是明心见性的 他是直接去 进入最高最高的真理 最高最高的真理 是不可言说 马祖道义 他才回答说 带如一口西进 西江水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您要知道 如何是达摩祖师 西来意 有个办法 你能够一口西进西江水 你要我告诉你 达摩祖师的西来意是什么 你能够一口 把西江的水都西进了 那个时候 我就可以告诉你 那个时候 您也就可以知道了 这句话 意思是什么 您要知道 主师西来意 也就是最高的真理 你用这种方式 是行不通的 你到处问 这个都是大脑的作用 大脑的作用 是不能够理解最高的真理 你问 我说 这个都不是主师西来意 都不是主师西来意 带如西进 一口西进 西江水 旁运一听到这句话 他就开悟了 为什么就开悟 应该不必问 最高的真理不是在文字上 不是在大脑的分别思维上 我们一直在读经 一直在读书 有没有帮助 有帮助 可是呢 却不能够理解最高的真理 最高的真理 是言语道断 心弦处美 旁运 他一听到了这句话以后 就大悟了 他就大悟了 旁运是富贵人家 家里很有钱 但是他开悟以后 就把所有的金领财宝 家账 用一艘船 载着 到长江 整个丢下去 整个丢下去 我们现在也许就会客家 那些金领财宝 你拿来救灾不是很好 你把它丢进这个长江去 那到底又是什么用意呢 他的用意就是说 这个世间法 这个世间法 不顾世 如梦幻泡影 我现在把金领财宝 布输给你 救了你 只是救你一时 有时候甚至是害你的 让人增长贪心 你是不能够究竟解决问题的 究竟解决问题 不是在这个有形 有象的东西上 而是在你 内心的体会 同样 我们如果想了解 《维摩节经》的真意 借用 马祖的话 就是带入一口 西进西江水 我们没有办法一口西进西江水 因此今天晚上的报告 也只是报告而已 诸位朋友 不要当真 你们听听就好 重要的是你心要清静 你心要清静 所以 我们其实投资